今天是萬聖節 上星期 Google 邀請了我玩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的主題叫 Learn with YouTube 即是從 YouTube 裡面學習 當日很慶幸小弟被邀請成為這個 Host 和一些不同的人一起去煮食 當中除了有自己的粉絲之外 另外亦有不同的媒體、KOL 甚至是創作者一起參加 例如 Super Mommy 、Pomato 小樹茄、西瓜 Arm Channel 又有 Dong OT 、悶井、Jennifer 相信大家都聽過幾個 之後有些花絲 然後片尾有個人的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完 假如大家有留意過預告的花絲 應該知道當日是做兩個食物 其中一個是用南瓜做出來的麥魚汁意粉 另一個是煙肉、腸仔和芝士做出來的木奶衣 大家做出來的食物 每個人都很有創意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開始花絲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現在是一個兼職的創作者 正職是一個工程師 因為這樣其實我真的喜歡吃東西 出街吃東西 吃吃吃吃就發覺 為什麼在家裡不可以做出來的呢 可不可以在家裡做一些出街吃的食物 而且是可以得到吃東西的人 或者是人客來家吃飯 會喜歡的食物 至於為什麼會開始這個頻道呢 是因為一邊煮食 其實我很喜歡煮西餐 有看過的就是煮慢煮 一邊煮一邊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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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地方煮 當然是會開家庭 直到有一次朋友就說 其實你的食物都蠻好吃的 都蠻好看的 好像都很像樣子 為什麼你不試試拍片呢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跟他說 什麼拍片好嗎 平時他就說什麼好 拍一下拍一下就 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 首先有一部分是網友 有一部分是廚師來看的人 很有趣 我是一個業餘的煮飯廚 所以一邊一邊學習 一邊一邊去玩這個頻道 就想越玩越fine 我喜歡玩一些比較 是出街會吃到的東西 要準備要心機的東西 我喜歡玩這些東西 人生的改變 當然會給我老婆說 我花多點時間 在電腦前面多於陪她 但問題是機遇呢 有的 開始拍攝的時候 最多是圍住食物 開頭沒有什麼方向 煮東西吃又拍 出街吃又拍 去旅行又拍 什麼都出去拍 開車又拍 什麼都拍 那時候就在收集 究竟觀眾對我哪類型的影片有興趣 發現原來那些人是喜歡吃的 喜歡吃東西 那就出多點煮東西 出多點出去吃 接下來的方向會偏日本的 首先我發現 在香港 不要說去外國 在香港YouTube裡面 你能夠找到一個資源去學習 或者去了解一個日式的食物 是怎樣處理的 除非是一些很大陸的食物 只不過可能是一些比較 再日式化的食物 你沒有辦法找到的時候 即是非廣東話 即是非英文版的食物 其實我想做多一些比較 你在日本有機會見到的東西 當然有機會是一些比較難吃的食物 今天我們會中做兩樣東西 第一是南瓜意粉 南瓜意粉 只需要一個南瓜意粉 蒜和乾蔥頭 當日開始的時候 就問大家 你喜歡做腸仔木乃伊 還是南瓜 想不到人們都喜歡做麻煩的食物 做南瓜意粉 第一步 就要在南瓜的表面 畫出一個帽子 先捆一條邊 然後就批頂 把肉去完 然後就慢慢把你畫出來的邊 就全部解分出來 我就看到很多人畫出來的南瓜 就非常有創意 什麼樣子都有 但我就不記得 叮觸他們 越花巧的邊 就會越麻煩 越花時間 但這也是一件好事 讓他們知道 原來越花巧的樣子 就需要更加多的時間 甚至乎是未必做到的 其實最麻煩的就是 挑的南瓜 其他煮意粉 炒意粉 其實都非常容易 眼前這就是 其中一隊人做出來的 南瓜意粉 螢幕前面 這就是小薯茄 Jeffrey 他在做南瓜意粉 我覺得很像這個海道 其實主要的步驟 是炒香乾蔥蒜 然後放入意粉 炒香 混合紅菜頭的醬汁 混合牛油 混合後 拌檸檬皮 整個意粉就可以塞進南瓜 裡面 其實我最享受 不是享受怎樣煮 最享受是看到 他們全部很有心機 非常有 passion 去挑出他們喜歡南瓜的花紋 但當然到最後成不成功 就一點點了 其實作為自己第一次 主持這些活動 最開心其實是 跟不同的頻道 去接觸 聊天 我知道有些頻道 其實不是一個人去做完 可能是一隊人去經營 意想不到是 他們一邊去拍攝 一邊享受他們的生活 即是他們將拍攝 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做到整件事 是一件非常之開心 而且是很愉快的事 其實今次這個活動 最開心當然是 人們完全跟著的節奏 做到要煮的東西 而且在這個活動 我真的可以看到 拍攝不同類型的製作者 坦白說 今天我所看到的製作者 我真的很少看 但是發現原來 他們的拍攝方式 跟我了解 或是所認識的 就不一樣 很簡單 要Selfie 去Vlog一件事 我不能夠 找個攝影機 在前面對著他們說話 即是當是一個人去說話 我是做不到這件事 但原來他們是 很多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有可能他們 有些特別的方式 令到拍攝出來的東西 又特別漂亮 他們很自然 他們玩的東西是 拍攝完自己 拍攝背面 又或者拍攝後面 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其實我覺得 對於創作者來說 是一個比較可以 可以大家去學習的一件事 因為不是永遠都要找腳架 去拍攝自己做這件事 實際太過不方便 以及局限了你所做的事 這是我所得著的事 今天所做的事 應該都是一些比較簡單 心機的事 玩多 娛樂成份 多於什麼 最重要是大家做到 完成到這件事 有人帶朋友來 有人帶小朋友來 最重要的是大家做得到 大家完成到這件事 就會很開心 這麼多個不同的頻道 今次可以一起去玩 其實我覺得將來 大家都可以保持著 或者可能 不同的方式去 繼續去玩這件事 始終 大家不同的台 不同的風格 都可以打破第一個界限 去接觸大家 去玩一些更多元化 或者是 用更多創意 去拍一些好看的影片 給所有的觀眾 所以我希望將來 有更多機會去接觸 不同類型的創作者 學一下他們 或者大家互相學習 去拍一些更好看的影片 所以將來 就應該要搞更多這些活動 這樣吧 請在這邊